你好,欢迎收看10月20号的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全台东线最大的休憩站大午之星南回忆 附地关阔而且伴随着无敌海景 是打卡的好地标 在经历市营运之后 今天举行了开幕活动 而南回忆的开幕能够更吸引更多游客进入大午箱内 进而带动周边产业以及地方发展 大午之星南回忆New Open 在众人刀鼠下进行开幕剪彩 全台东线最大休憩站大午之星南回忆 在经过市营运后今天举行开幕式 南回忆主体工程2020年开始动工 2022年完成启用 同时迎来山地集团南仁湖进驻经营 共同打造南回公路新地标与最大休憩站 真的是不容易啊 过去这几年每次经过这几年都在问 这个建筑物是什么 什么时候开始可以用 在地人也一直期待 有一天我家里人来到南回的时候 问在地人说 这附近哪里可以喝咖啡 又有一个人就跟我妈讲说 我们这边很快就有stop bus可以喝咖啡 我觉得这个南回忆 对整个台东南回忆而言 是一个标志性的地标 但是当时的这个设计跟规划 其实对于施工上 在南回忆是比较困难的 但是我们看到说现在的台东南回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从南回公路通车之后 整个南回包括我们阿朗尼古道那边 现在已经开始我们游客可以从那边经过 进入我们的这个跟部落的步道 南回一里再往北一直到新轮车站 一直到我们资本 我们都看到说不同的商圈 不同的发展都起来 楼沟两层建物提供卖场 景观餐厅观景平台等设施 而大部分空间主体的是保留给台东在地优质品牌 以及不定期设有农业创生展售摊位 而目前在地业者已有至少十家进驻 期盼扶植连结在地产业 透过这样的方式 整个南回真的是年轻人都回来了 我们现在发现到以前南回被说成是很难回去 但是现在来到南回的人 多说留下难忘的回忆 我们非常在地特色的这些美食 大家都包含在这里面 除了我们这个美食之外 然后提供民众休息之外 未来可以结合我们南回四个乡镇 我们的这个南回艺术季 还有我们现在非常 大家非常重视的我们整个部落的深度旅游 还有未来这个农村旅村的这个整个发展 我想这个结合起来 未来我们南回四个乡镇的发展 必定是能够非常的让大家向往 透过南回艺术工开幕 以及串联南回艺术季部落旅游等英文活动 期盼能够吸引更多游客进入大午乡内 和难忘回艺的好地方 集团最大五香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